现在进入冬季 温泉业者通常都开始大发力士 不过今年业者统计光是11月 就少掉超过两成的炮汤客 让他们感到相当无奈 除了冬天来得太晚之外 而且今年还可能是一个暖冬年 温泉业者就担心 因此希望12月份开始 能够多出现一些炮汤客 让大家过个好年 气温忽高忽低 上个月全球居然出现 30年来最热的11月份 虽然进到了12月 首波冷气团报到 但是今天一早又是个艳阳高照 以往这个时候都是温泉业者的旺季 不过今年可不怎么旺 业者统计光是11月 就少掉了将近两成的炮汤游客 今年的那个11月平均均温 创历年来最高的 那当然这个气温太高 对炮汤当然是会有影响 一般如果寒流来的话 炮汤增产都会涌现 因为今年11月一直高温 然后很少降到20度以下 那人潮当然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跟去年比起来少多少成 人潮 人潮大概跟去年比 大概有少个两成左右吧 从10月份到11月 泡汤来客树仅剩下往年的一半 业绩比起往年 最少差了两成之多 让他们是非常的无奈 就是因为暖冬的气候形态 让业者只能期待12月份 能够拉一点业绩回来 那我想因为今年不只是气温高 降雨也少 那当然我们希望就下礼拜如果寒流下来的话 应该要回归正常的机制吧 回归春夏秋冬一个正常的气温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说天气凉了以后呢 希望大家多来金山万里 泡泡汤看看海 那个逛逛老街 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有客人潮掉了两大五成 对于温泉业者来说 今年真的是温暖了民众 泡汤冷气却冷嗖嗖 不过有的业者仍然非常乐观 因为冬天才刚要开始 他们也希望 接下来的冷气团 可以为业者们带来泡汤乐潮 记者是团义 金山采访报道